神祝美国 劳工节过后 美国的中小学就进入新学年 德克萨斯州的学生们将会在校园显眼的位置 看到美国的国家格言 我们信靠上帝 这是因德州参议院2021年通过的 797号法案规定 学校必须在美东建筑的显眼位置 展示美国国家格言 标志包括 以国家格言为中心的美国国旗 和一面德克萨斯州旗 国家格言 美国国家格言 包含在当今的孝中誓词里 我仅宣誓孝中美利坚合众国国旗 即孝中所代表之共和国 上帝之下的国度不可分裂 自由平等 全民结详 誓词最初是1892年 由一位基督教牧师撰写 希望提醒美国公民对国家的忠诚 并承担应尽的义务 1954年 国会在誓词中加上了上帝之下的国度 成为誓词的核心 1955年 艾森豪总统签署该法案是说 从今天起 在每个城镇 每个乡村学校的教室里 我们数百万的学童将天天送读 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对万能上帝的挚爱 当时的历史背景是 东西方冷战已经开始 以苏联为首社会主义阵营扩张到20个国家 在意识形态上 一律高举 无神论大旗 把基督教列为头号敌人 用武力围剿 拆毁教堂 关押流放基督徒 美国仅有少数有远见的学者 政治家认识到 冷战并非只是社会制度 科学技术 军事实力之争 更深远的是思想 文化 信仰之争 五十年代 美国一些知名左翼人士 如卢森堡等人 因提供原子弹机密给苏联等罪行 使社会主义者声名狼藉 于是他们改换旗号 以所谓科学进步为幌子 堂而皇之地进入大学研究机构 悄悄地从拆毁美国信仰根基下手 六十年代 加州有个无神论者说 效忠誓词违宪 以女儿的名义撞告学校 但他妻子说 女儿是基督徒 自愿每天背诵誓词 并为此带着女儿与她离婚 她任不罢休继续提告 后来加州一个法院判她胜诉 引起公众强烈反对 国会参议院只用了几分钟 就以九十九票对零票 通过了谴责改判决 随后约一百五十位国会议员 站在大厦台阶上高声背诵了效忠誓词 五个月后 国会又通过了二六九零号法案 历史五自一楼二零年五月花号公约开始至今的美国重大历史事件 均有郑重声明 我们信靠上帝 该法案再次重申了原有誓词和宣誓方法研引至今 无论中小学开学还是各类体育比赛 公众集会前都有这个仪式 近年来 有些州在学校中取消国家格言 用邪恶的东西替代 2021年加州教育局推广批判性种族理论课程 要求学生向阿兹特克神灵祷告 寻求恶魔的力量 早已灭绝的阿兹特克人 五百多年前生活在中美洲 以野蛮残酷的大规模活人献祭而恶名照章 加州教育局竟要求中小学生背诵阿族血腥的献祭祷告 等于把暴力杀戮的种子埋在孩子们心中 在家长和各界人士强烈谴责下 2022年这部分课程被取消 美国三亿多人口来自世界各地 有六大种族五百多个民族 说着三百五十多种语言 因大多数人信仰基督教 才使国家不止四分五裂 德州重申美国国家格言并非无地放尸 在幼小的孩子们心中 播撒什么种子关乎他们一生乃至美国的慰慰 每天一点点 世界大改变 订阅就是支持 转发也是宣教 请您继续关注新事节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